是啊 很相似 不过有些单方所用到的药材有区别 你看这个 万灵老祖 还没说完 院子外面响起了声音 你 就是师父刚收的徒弟吗 一个有些冷淡的声音 在门口响起 顾清晰抬头 就看到一个年轻男子 冷漠地看着他 这男子面容俊秀 身子有些瘦靴 皮肤很白 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阴郁 他站在院子的篱笆外 淡淡地看着顾清晰 是 我叫顾清晰 师兄是 顾清晰站了起来 行了个礼 哦 我是你的四师兄白李长风 这是给你的见面礼 白李长风随手掏出来养的瓷瓶 扔给了顾清晰 想来这是四师兄 自己炼制的丹药了 小师兄上次大概的说了下 除了四师兄是丹修 师门其他人都是见修的 顾清晰接住 多谢四师兄 我也有见面礼给四师兄 不用 我忙 白李长风的语气依旧很冷淡 眼中还有焦躁之色 说完这句后 就转身往前走去 哎 你这个师兄不好相处的样子 对你很不耐烦啊 看起来阴沉沉的 这人看起来也像个魔修 万灵老祖吐槽 顾清晰没说话 他直觉白李长风 因为什么事在苦恼 并不是对自己不耐烦 白李长风的声音 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他边走边嘀咕 到底哪里错了 碧血墨兰 玄忧盐果 大背灵果 顾清晰一证 这不是单方上记载的一个单方吗 白李长风说出了大部分所用的药材 但是还差了他还差白地龙汁 万灵老祖立刻说道 他在炼制太义清新丹 这丹药我以前都当糖豆吃的 可我怎么觉得差的是白地龙花 顾清晰皱眉 那本他早就背下来的 单方上记载的应该是白地龙花啊 到底他那本单方上记载的是对的 还是万灵老祖记载的是对的 肯定是我记载的对的呀 这还用说 我可是魔道第一人 我是魔道老祖啊 我说的才是正确的 万灵老祖自信满满地说道 不 甚至不是自信了 是非常自傲 要是他现在有实体 估计都把胸脯拍得震山响了 那你会炼丹吗 你以前吃的太义清新丹 都是你自己炼制的吗 顾清晰问出了关键 万灵老祖傲气地说道 我是谁 我可是魔道老祖 我吃的丹药当然都是人敬献的 我怎么可能自己出手炼制 顾清晰 那你说个屁 又不是你自己炼制的 哪里来的发言权 顾清晰看到白李长风 又叠了回来 两眼无神 依旧边走边念叨 四师兄 顾清晰出声喊了声 白李长风 何事 白李长风 转头皱眉 看着顾清晰 四师兄在炼制太义清新丹队吗 应该还差一位白地龙花 师兄要不要试试 顾清晰还是选择相信自己 祖传下来的丹方 没有相信万灵老祖的话 白李长风一愣 他原本以为这新入门的师妹 是有事要询问他 结果没想到 师妹听到了他的念叨 然后给出了一位药材的名字 白地龙花 白地龙花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那两位药材的药性太重 就是需要白地龙花来中和 白李长风 刚才还冷漠的脸上浮起 狂热的笑容 双眼发出亮光 灼灼的看着顾清晰 小师妹 谢谢 谢谢 你真是我的好师妹啊 说完这话 白李长风一阵风一样跑了 很快消失不见 哼 你说错了 你肯定说错了 我说的才是对的 你等着 你就等着你这个 师兄乍炉吧 到时候 你师兄乍炉来找你算账 你可要跑快点 他一看就不好惹 要是打死你 我可能也要跟着死一次 万灵老祖又开始叽叽歪歪了 语气那叫一个笃定 顾清晰完全不想理会这老货 陆天愚背着他的巨剑出现了 看到白李长风似乎和小师妹说了什么后跑了 他一时大惊 急忙冲到顾清晰的面前 着急关切的看着顾清晰 没事吧 白李师兄没有碰触到你吧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有没有浑身发痒 或者想拉肚 啊 没有 顾清晰一脸猛逼 小师兄问的这是什么意思 白李师兄露天愚脸色复杂 斟酌了下才说到 白李师兄这个人吧 是个天才 他擅长练丹更擅长制毒 他心情好的时候会分给我们一些丹药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招惹到他 很容易不知不觉的中招 哎 你不知道 白李师兄真是让我又爱又恨啊 啊 顾清晰更加一脸猛逼了 前面的话 他还能听懂 四师兄是个丹修 而且炼丹的造诣不凡 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 丹修应该是修真界最有钱的修士 但是 白李师兄恐怕是修真界最穷的丹修了 露天愚走了进来 坐在了顾清晰的对面 压低声音道 白李师兄炼丹的天赋真的没得说 连掌门和师傅都赞不绝口 他有时候炼制出了好的丹药 但是对我们说是 普通丹药让我们吃着玩 等我们吃了才发现 吃的是价值不菲的好丹药 坑啊 他要是告诉我 我就不吃了 我拿去卖不好吗 曾经有一笔巨款在我面前 但是我不知道 我自己把巨款用掉了 结果 错意 又爱又恨 懂了 为什么说 白李师兄是最穷的丹修 因为他炼制的丹药 拿去卖了以后的零食 又用来买更多更贵的药材 去尝试更难的丹药 有时候他还会试图去补全一些古方 所以永远入不敷出 露天愚叹了口气 是个很有进取心 很有研究精神的丹修啊 顾清晰心想 他要是好好炼丹卖钱 早就是天青宗最富裕的人了 他为什么这么造作呢 露天愚痛心疾首 一副暴舔天悟的表情 说完这一切 露天愚疑惑 按照他的习惯 这次卧在炼丹房 每个一两月不会出来 今天怎么出来了 他刚才和你说什么了 照顾 丹 这就有差了